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信号不好 拜拜 斯东 干嘛 我又没撒谎 反而是你呀 怎么不跟安仔去游泳啊 难道是 才不是 不说了 我要出去了 不是就不是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斯东 怎么了 不就是安仔约爱琪去游泳 可爱琪推三推四的 哎呀 不说了 啊 我要就是一个懒叫了 拜拜 爱琪 游泳 爬山不好吗 干嘛非要去游泳啊 爱琪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你不是约好出去玩的吗 我 我想一个人待一下 可不能撒谎哦 我 我猜没有呢 爱琪撒谎的时候会口吃哦 哪 哪有 我 嘿嘿 还不成人撒谎 我 是因为不想游泳吧 你 你怎么知道 听斯东说的 你以前游泳不是很厉害的吗 怎么现在 什么 救我 啊 那次溺水 最后连是谁救的我都不知道 也就那时起 我看到水就感觉呼吸困难 所以 所以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害怕 毕竟你是我们之中游泳最棒的 我会帮你克服这个障碍的 我相信你能比救洗你的人更厉害 是的 我 哎呀 你们在这里呀 爱琪 你们都在 太好了 刚刚接到报告 有人在海边发出求救 可能是溺水 要马上进行营救 嗯 温森 我 爱琪 有什么问题吗 呃 没有 好的 既然这样 大家出动 是 找到了 赵仔 他怎么游到那么远呀 爱琪 现在怎么奔 爱琪 爱琪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思东 正义力量变身 我先去救安歹 救 救命呀 思 思东 快 快救救我 安歹 安歹 抓紧了 安歹 抓紧了 一 二 三 起 安歹 应该减肥了 我 我的脚被缠住了 糟糕 这个怎么办呢 快来帮忙呀 安歹的脚被水草缠住了 水草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要是我会游泳就好了 爱琪 勇敢起来 之前只是一场意外 现在只有你能救安仔 你是我们之中最厉害的 所以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害怕 毕竟你是我们之中游泳最棒的 没错 我可以的 别怕 安仔 我来了 等等 你装贸然消去很危险 我可不会让那样的事发生第二次的 要的时候 拉一拉绷带 我会第一时间把你拉回来的 我快没力了 我来啦 我来啦 原来 爱琪游得这么快呀 太好了 累死我了 莉莉 拿我们回去吧 好的 我相信 你能比救兴你的人更厉害 原来是你 爱琪 想不到你居然还是个游泳健将 幸好没有什么呆 没想到 惹来这么大麻烦 以后你想要游泳 还是叫上我们大家一起 千万别一个人 还有那么远 又不穿救生衣 好了好了 大家没事就好 佩莉 谢谢你救了我 我就说嘛 你能比救兴你的人更厉害 嘿嘿嘿嘿嘿嘿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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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还记得这集收了什么知识点吗 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到海边游泳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 游泳前要先做准备运动 不会游泳的小朋友不能下水 要先准备好泳具 小朋友要在大人的陪同下游泳 在海边游泳不能游得离岸边太远 下雨禁止游泳 身体不适或身上有伤口都不可以下水啊 这些你们都记住了吗 我们是高红红爱情小队 下集再见啦 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